好欢迎每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活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铁筷子叶子上面有黄斑点越来越多 然后呢叶子绿一圈开始这个发黄 有的杆上有黑色的东西 其实这个呢就是缺乏营养的一个体现了 就跟人一样你总是吃不饱吃的不够 他这个皮肤就显得也不是特别棒 对不对 所以说呢臭宝呢 这个时候要加强营养的一个管理了 别过度的让它缺水 铁筷子虽然说耐旱能力比较好 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天天干着它 每回浇水的时候适当的兑一些肥料进去去浇 好吧 下个臭宝说蓝色阴雨上面有很多小虫 是不是生病了 这个虫是最难产的虫之一叫红蜘蛛 红蜘蛛它不是蜘蛛啊 它是满虫类的 它在叶子的背面不光是月季墨类它也会得 先用水冲干净 冲干净之后呢再打药 用带满虫的满症的杀虫药 或者是阿维菌素这两种结合 用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药混合喷杀 一定要喷到叶子的背面 好吧 然后下个臭宝说老花一 月季买回来没几天花包就垂了 水大缺光通风畅 臭宝啊 你像这种月季花 你买回去以后正常的给光照 夏季高温的时候避一避强光高散 其余季节你就正常给一些光照 你说是吧 所以说这个你也得悠着点 下个臭宝说它的指挥 它的指挥这个问题不大 就是花盆用的有点差点意思 花盆用的是这种磁盆 然后跟底座是粘在一起的 特别的不透气 特别容易产生那种闷根 闷根之后呢 上面这种老叶就开始有那种黑边的一个现象了 这个面是给足光照好吧 老叶子 老叶子你就不用管它了 我看你一直在长新叶子 一直在长新叶子你就正常养吧 就一直给花儿没说什么 哎呀我前女友瘦了 你管前女友干嘛 现在的好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嗯 来吧下个臭宝说 我的月季之前欧根了啊 重新裸根种了一下 现在表皮脱落了还能活吗 这个能活是能活 但是你现在还是水大缺光通风沙 而且不能施肥 我给花儿没不止一次的说 你裸根呀洗根呀这种换土入盆 你千万不要施肥 它又不吸收 对不对 还试肥 给足光照啊 中午的时候避一避 其余的时候给足光照 浇水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你说 我做了那么多的视频 我总是感觉 下个臭宝说桂花叶子干了 哎呀跟我那个桂花差不多啊 现在这个臭宝要做的是什么呢 控制自己的浇水 控制自己的浇水 然后家里边有没有粪肥 有粪肥的话弄点粪肥 你会弄点那种发酵的洋粪什么的 糊上 要没有的话就弄点繁菲水 好吧 避一避中午的强光暴晒 避一避中午的强光暴晒 浇水维持一个干了在浇 不干别一个劲的浇 还是有点水大 别的没啥 希望臭宝没养花的时候 注意几个点 一个是浇水 一定要干了在浇 不干别老浇 还有一个就是裸根入土的那些 你千万别试飞 等它正常恢复生软了 再正常用飞 好了 我老花一 眼光俱阵一 绝不着急点个赞 其他问题 要视频下留言 来了 嗨 嘿嘿 嘿嘿